台湾观光解封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有不少的业者是摩拳擦掌出奇招 像是南投有温泉业者 邀请了十几名网红 来体验最新的温泉设施 要吸引游客一同来泡汤 希望可以让南投各地的温泉景点恢复生机 而在宜兰则是有饭店业者 推出了美味可口的烧鹅舞吃 要用美食来掳获涛客的味蕾 有望替饭店提高两到三成的营收 刀子落下喀兹作响金黄色泽闪透油光 油脂精华不断滴入碗中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另一头大火快炒添加葱蒜干辣椒爆香 起锅前再淋上酱汁一道美味又出锅 我们运用鹅的胸来做一吃之后 两吃再加上它的鹅腿来炖汤快炒 来产现出不一样的风味 来到宜兰绝对不能错过的 就是美味可口的樱桃鸭 但现在饭店业者出新招 推出烧鹅要来掳获 韬客味蕾 这个汉堡蛮好吃 它的那个皮就是松软 然后有点脆脆的 那片皮鹅也很好吃 烧鹅舞吃有望替饭店 提高二到三成营收 镜头跟着来到南投 温泉业者也跟着摩泉擦掌 要来抢工观光彩 哇 千亿泡汤呈现秋日氛围 业者打出网红牌 要来十几名网红 体验最新温泉设施吸引游客来享受 吸引年轻族群 更接近我们温泉区 以及让他们喜欢泡温泉 我们也特别重金礼聘了 我们大概C组的一个网红 以及艺人 都是拥有百万粉丝的一个艺人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随着国门即将开放 业者陆续出招 要让观光业恢复生机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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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